好的大货车在路上发生了火烧车 火势很快被扑灭 但是车上的东西烧光了 最惊险的是车上有四个人 父母亲还有两个小孩受伤了 净香团的净香团的 整台车烧光光了 这是上午将近十二点的时候 发生在云林土库 台78线往西方向 16.5公里处的火烧车事件 这辆大货车是庙会净香团的车辆 车上有爆竹 开车的是爸爸34岁的微信男子 还有他的妻儿 救护车赶到现场的时候 他们已经脱困 但是受到了烧烫伤 小孩子多伤 小孩子多伤 两个小朋友分别只有9岁跟10岁 山巷有8%到10%的烧烫伤 爸爸烧烫伤的面积比较大 高达了40%左右 妈妈也有擦措伤 次人都被紧急送医急救 而快速道路为了抢救这场火烧车 也全线封闭 因此后方回堵大约5公里 以上是目前掌握的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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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